大家好,什么是翡翠的变种? 来,眼睛看到的这块料子就是变种 下面这一层不错,牌子是有的,肉质细腻 这种颜色是什么颜色,我描述不出来 你们可以描述一下 后半部分大家注意看,出现了严重的变种 不当当肿变 棉,肉质细腻程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么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来,感受一下 这块料子在没切之前,一会儿你们详细看 是一块大价位的料子 切开以后,你看到后面的状态 对吧,再看它的皮壳 继续观察 哎呀,杨梅皮,皮壳老到程度没有问题吧 对吧,你看像这些位置熟的地方 也很漂亮吧,继续往下擦,一如既往的有 包括这些地方,看到没 就这表现,它能便宜到哪里去 便宜不到哪里去,对吧 这个在没有切之前 但是切开以后呢,是不是也有点太夸张了 好像真的是哪里熟就到哪里 那么以此料子为例 大家注意观察啊 像这地方是没有冒黑的地方 就是没有熟的地方 注意观察,你看 哪里熟的都已经擦开了 就到哪里 那么你们再回想一下 你们看到的有一些料子 对吧,为什么说 它极部地方比较好的时候就已经很贵 拨的是它里面是否会变种 但大部分情况下 商家可能会告诉你 还是有机会不变种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一定要注意 大概率上来讲 大部分的石头 外表上东一弹 西一弹的熟的那种状态啊 大部分会变种 就是哪里有 就熟到哪里 包括擦料子的时候 哪里好擦哪里 擦出来的表现就是很好的 这种经验呢 我只能讲 我说了不算 你们多找一些料子看看 就能知道 我只能看到这种情况下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